我们这次也是第一次拉着这个拖高房车走这么长的烂路哈对 感觉还挺奇妙的因为我开车真就没感觉后面拖了个东西呀 现在还是走了有那么远了对走的 嗯不到10公里了快了嗯因为平时一点点可能区别不大对 你看我现在前车也在摇嘛嗯本来叫摇对因为平常走好路 后面车子如果有晃的话它会带动前车有一点晃的啊 但是走这种路哈前后都在晃就没感觉了 这种平路上的时候基本上没给什么油啊 我简直就是代数据往前走 好因为我以为有一点点下坡的感觉 停手休息一下带里奥后面去喝点水然后让他上个厕所 尼尔这边路就这样子的全是土 其实我最开始还有一点担心公路突高的这个轮胎码 它是这种公路台会不会有什么碎尸路啊之类的 但走这么久都没有遇到全是这种土路 还是有点差哈这个路 这个房车真的还可以底盘蛮高的 走这么久还没有遇到什么通过不了的情况 倒是有点考验它这个悬架哈 但是它这个悬架哈也是带这种 看嘛有避震器的 应该问题不大 尼尔你又看不懂 哈哈哈 房车里面东西有一东西掉下来了 等下到了再收拾嘛 反正我们把那种比较 就是大一点东西都是放好要的 小东西都没关系 尼尔 尼尔 我们也是带的要去下火星 反正走一会儿检查一下车框吧 应该问题不大 然后我这是这个唐的托车杠哈 也是换那种加强的方管插入似的 所以说走这种颠簸路面哈 它这种上下起伏的这种压力 也没什么问题 检查一下别的地方 没问题 所有沧桑 独自承受 我给你温柔 你拒绝牵手 我给你双手 真实的感受 我给你自由 记忆的拯救 我给你所有 但不能停留 我像风一样 现在这个前面的路由 有点不一样了 刚才是一种搓衣本 现在就变成这种 竖着竖着这种勾撞的形状了 有点像那种下雨天 对 我仔细看了一下 它不是石头 它全部是土 只要是土路都是没什么问题 慢慢开吧 但这个颜色看着有点像那种石头 我眼睛看着也挺像石头的呀 我拐出去 看一下走外面要好一点 看哪边慢慢拐 对拐到这边出去一下 走这外面可能要稍微好一点点 我们现在在往火星营地走 然后这边有一个分岔口 它是可以往那边山上去的 那边山上好像就是往那个 俄伯良亚丹那边去的 胖子刚刚就开错了 现在他在那边 然后我们是往这边拐的 它那个分岔口 往左拐就可以了 这里写的火星营地 还有14公里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这个指路牌 这边就是往出去的地方了 左拐那边往芒芽 这边往敦煌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 我感觉这个出去 应该是同一个位置 反正现在我们就往这个里面走吧 这边路况看一下 依然是这样坑坑洼洼的 走吧出发 那就走这儿吧 嗯就走这边 那走吧 走 还有14公里 对14公里 沿着这段路开了几公里了 然后这边前面啊 都已经能看见这个 火星营地的这个房子了 其实我在很远的地方 就能看见这个白房子了 应该就是这里哈 这里就是火星营地了 导航显示还有5公里 目测的话 差不了太多 这个路稍微还是有点差呀 坑坑包包的 还开得非常的慢 然后这边已经快夕阳了 然后这边哈 风景又不一样了 这个上面哈 是俄不良亚丹 亚丹地貌 但是现在是禁止进入的 我刚才看了几个路牌哈 都写着禁止穿越 违走罚款2000 说说还是别去了 我们到时候能不能航拍一下 好像是挺漂亮的那边 好现在我们就继续出发 前往火星 起立 有什么能够阻挡 对自由的向往 天马星空的生扬 你的心了无牵挡 穿过幽暗的岁月 也曾感到彷徨 那你低头的瞬间 才发觉脚下的路 心中那自由的世界 如此的清澈高远 声开着永不凋零 蓝莲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火星 成功登陆 成功登陆 这边就是火星营地 对 这一个个就是太空桑 你看有没有发现 我的这个脱钩方式 非常像它的太空桑 对也是一个太空桑了 自带太空桑 应该没有人把这个脱钩方式 拖到这里来吧 那就不知道了 一般人不敢往里面拉的 对 可以 这个脱钩方式成功挑战了这条道路 没任何问题 成功穿越过来了 真的很像哈 你没发现 对 因为这个颜值很高呀 你说这边这个太空桑住宿费非常的贵哈 嗯 它好像是500块钱个人 现在也住不了了没营业 对 不许在旺季的时候会更贵 应该是淡季了 现在已经不是淡季了 已经去关门了 对 就是那意思嘛 感觉可能就没什么人来吧 所以也看不到里面 想进去参观一下的 但是进不去了 可以 你想把在这么这个戈壁荒漠上 建一个这个太空船真的不容易 还是可以了 这里写的是冷湖实验室 这边就是条件比较艰苦 不仅住宿费比较贵 就是它连洗澡 它好像都是500块钱一次吧 因为这边水支援的话 应该也是那样运过来的 对 这边哪有什么 哪有知道谁吗 应该就是运过来 后来打个紧 过去不知道有没有水 这个玻璃 其实能透过去看到里面的 就贴了很多宇航员 看到一样 就是一些桌子板的 这个像似的餐厅 有点像 然后这里面就是一届 我们现在就 物色一个好的地方 把车子给停一下 看看哪比较合适一些